急診醫師還是要先提醒比較嚴重的 有一些腫瘤或是腦血管病變 也會引起劇烈的頭痛 不過先不要緊張 即使是痛到要掛急診 我相信在座即使有很痛 掛急診經驗應該不多 即使痛到掛急診 96%以上 這些頭痛都沒事 那這些沒事的頭痛 最多還是像剛剛提的偏頭痛 或者是我們講的Tension Hader 就緊張性或張力性的頭痛 可是它偏頭痛是怎麼引起 就是壓力嗎 有很多學說 跟血管的搏動有關 跟神經的敏感性有關 事實上剛剛有提到 事實上有一部分的原因 還是跟睡眠有關係 年輕人最多的還是 睡眠沒有辦法好好放鬆 可是這個就是惡性循環 你一定有這些人說一定睡不好 因為睡不好又加重這些病 而且當然治好這些東西 你睡眠就好 好了這些就不會再犯 對不對 我想提幾個指標 我們講叫做危險性頭痛 要特別注意的事項 就是效果從來沒有頭痛過 這麼小到大 我有感冒39度40度也不會 那你喝醉第二天也不會 不會 所以 那如果拿棍子打你也不會 對 你拿棍子打臉 總計上有幾個指標 如果這個人35歲以前 沒有什麼厲害頭痛 突然有一天像爆炸性頭痛 痛到很厲害 那你就不太能夠用偏頭痛 來解釋它了 那就有問題 第二個是它的頭痛 是痛在後腦勺為主 痛兩邊單邊的 跟偏頭痛緊張的頭痛比較有關 痛後腦勺的會比較有問題 還有這種還有一個特別的指標 它本來睡得好 什麼爆炸性頭把他痛醒 因為你放鬆了其實就沒事了 會把他痛到醒來了是有問題的 是 那最後一個是可能一般人會比較沒有注意 有些人打噴嚏 咳嗽很誇張的 他突然一個距離的噴嚏或是咳嗽之後 突然痛到不行 血管 那就怕血管爆掉 哦 是 所以要提醒了 那恭喜黃毅 那許醫師 他要 你看 你們不會有這種問題 因為你已經痛習慣了 其他要擔心的 沒有偏頭痛的 可是我自己 旌旗來之前會頭痛 哦 那正常 就是正常嘛 對不對 偏頭痛都是會有一些 癒障 或是特殊的生理期原因 考試因素 都會有特別的所謂的誘發因素 哦